好 一年又一年 但人生不见得平顺 人生难免不如意 在新竹这位角头大哥呢 他曾经多次上过社会新闻 过去他作恶多端 但出狱之后呢 痛改前非 他创立了搬家公司 还帮助了很多跟他一样的更生人重返社会 他说要先肯定自己 才能够换得别人的肯定 当然你可能很好奇 这位昔日黑道大哥 为什么现在愿意低头做苦力呢 我们的深度报道 你要把客户的东西 当作自己家里的东西再搬 弯腰搬货 上气不接下气 货车上的壮瘦男子是搬家公司老板 廖国泰 气框眼镜 朴实外表 即使满头大汗 也不见他脱下夹克 因为里头有断 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样就可以了 后来有想到把它弄掉了 这弄不掉了 拉起裤管 脱去鞋袜 鲜明的刺青 有点吓人 可以穿啊 赶紧穿上遮盖血气方钢的印记 过去的廖国泰可没这么慈美善目 自幼家评被人欺 他小小年纪就领悟现实社会的潜规则 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不管用什么手段 我一定要有钱 高中加入帮派 不服输的个性 让他一路从小弟变大哥 地下钱庄暴力讨债 鲁人勒鼠 无恶不作 精英的印招战 更一度成为新竹第一的情色帝国 但夜路走多了 总会栽跟斗 40岁那年 廖国泰被捕 带着18年刑期 锅铛入狱 三年后他假释出狱 求职处处碰壁 过去的黑色诱惑又不断找上门 低潮的他 一度想重操就业 你是一个黑社会的人 因为他知道以后他都 就在演艺上就是跟你 有种很潮乐谱那种话语 就是他们讲说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 他们会骑 以大哥的一个身份 你说要叫他做什么 真的他那个脸拉不下来 他说再回去做 做印招战 那个比较好做 因为他熟能生巧嘛 我就跟他讲 我不想要去监狱看你 但有一些有瑕疵的地方 都是还要羞羞补补 修补家具的缺陷就像修补过往人生 不想一错再错 他洗心革面与过去彻底切割 黑道大哥低头做苦力 我连搬东西都不会自己动的 对不对 我这不能跟你前比 走进公司大门 一眼就能看到高高的十字架 以往满口脏话的廖国泰 现在开口闭口都是上帝 在祖的荣耀下 祖给我们的恩典 廖国泰从搬家业务做起 三年多来走上正途 聪明才智彻底发挥 他还兼做二手家具 人力派遣 拓展事业版图 他不仅自己走出来 更帮助跟他一样的更生人 不要再走回头路 以前对弟弟也好 对什么都不可以用道理的 对对对不怪就处理 现在不行 现在是讲道理的 而且我们现在用爱去报道 修人容易管人难 为了提高更生人的工作意愿 他还设计荣誉榜 颁发全勤奖金 廖国泰自有一套 黑道管理学 小了锐利眼神 昔日的角头大哥 回归家庭变成小丈夫 让子回头痛改前非 老天爷也加赠大礼 让他中年得子 他特别把儿子取名平安 希望这一阶段的新人生 不再有打打杀杀 一切都能平平安安 尊重我自己 别人就会尊重我 先尊重自己嘛 你不要讲给人家听嘛 你做出来给人家看